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柴尾 今天用辣椒来和大家分享好吃的 辣椒养荣丰富,开胃下饭 所以很多朋友都喜欢吃 像我一样,无辣不欢 辣椒的做法有很多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辣椒非常入味的做法 超爽 一起跟视频了解一下吧 我们先把辣椒清洗干净 然后放到蒸地下 整理好水开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蒸两分钟 这样蒸出来的辣椒足足柔软 炒的时候就会非常的入味 时间到了,我们打开盖子 大家蒸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颜色比率非常的好看 做出成品,颜色也会大大提高 把辣椒夹出来 放到盘中,自然放凉一些 现在我们准备几瓣蒜 切蒜片 一截大葱切片 装入盘中备用 放置不烫手的辣椒 先拍一拍 再切成小段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锅中烧油 油温5-6层热时打入鸡蛋 我准备了3个鸡蛋 全部打入锅中 先制定型时快速翻面 两面定型后就可以出锅了 放到案板上 切成适中的小块 喜欢吃半熟的,煎的时候时间就缩短一点 装入盘中备用 现在锅中再次烧油 油热下入蒜片 炒香 然后加入一勺蚝油 一勺生抽 翻炒出红油 然后下入辣椒段 炒出辣椒的香味后 下入鸡蛋块 再次翻炒几下 最后加入半勺盐 半勺鸡精调味 翻炒均匀 这样就可以出锅了 装入盘中 一盘超小饭的辣椒炒荷包蛋就做好了 辣椒这样蒸出锅 又溶越入味 又鲜 味道一吉胖 开胃小饭的小炒分享给大家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会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记得关注我哟 我是阿药 感谢您的支持